五方反對以武力或者是威迫的方式 來片面的改變現狀 近期內這個烏克蘭 他局勢緊張 跟這個烏東 俄羅斯跟這個烏克蘭的 這個邊境的方面的軍事對齒持續的升高 那總統他已經在2月23號的時候 第一時間他已經有這個四點的指示 包括我方的這個立場 我們是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主權 親害我們同時也呼籲相關各方 也要透過和平的方式來理性解決爭端 並且要共同努力的維護 這個區域裡面的一個和平跟穩定 同時台灣作為國際社會的負責任的一員 我們願意參與這個任何有助於 和平解決爭端的相關的努力 那外交部我們再次呼籲各方 要尊重烏克蘭的主權獨立跟領土的完整 無方反對以武力或者是威迫的方式 來片面的改變現狀 所以外交部我們會持續密切的關注 烏克蘭情勢的發展 並且我們會跟美國 或者是其他理念相近的國家來緊密的協調 就有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地區 到比較安全 相對安全的烏克蘭的西邊 先這個避險 那有關於這個國人很關心的 就是烏克蘭的領事事務 就是我們指領事事務就是譬如說 有關護照的核發簽證還有文書認證 還有文件證明等等這些相關的業務 我們在考量民眾安全以及查證的可能 還有交通許可等相關的因素 我們就指定住波蘭代表處 從2月25號開始來暫時監理 並且我們會持續的跟烏克蘭的國人 來保持聯繫 提供必要的協助 那在那之前 其實我們之前就已經研議了 由我們住波蘭代表處來監俠這樣的一個可行性 所以這個我們會從2月25號的時候 由我們住波蘭代表處就是明天開始 來監俠在烏克蘭相關領務 就是文書認證 簽證 核發 然後護照等等這些領務的相關的這個業務